台北市長蔣萬安上午是出席 國際輔導人年會的備忘錄簽署一次 但目前寒流來襲在陽明山上 已經有學校是自主放了低溫價 而蔣萬安在上午也做出最新回應 目前就是只有陽明山國民小學 他們有向教育局報備 他們關於科普導課 因為低溫的關係 確保學生的安全以及家長上面的需求 所以宣布在明後兩天會停課 那當然他們會在29、30號兩天補課 我想最重要我們希望能夠確保 學童家長以及老師的安全 會最優先的考量 那當然接下來兩天也會持續的低溫 我們也希望學校都能夠 做審慎的評估掌握狀況 好 但由於呢 目前陽明山上這個學校的低溫價 是由學校自主來向教育局申請放假 但目前各校有沒有可能 會有一個統一標準來針對低溫放假 而蔣王安上午也做出最新說法 過去105年1月的時候 因為當時低溫是有一些積雪 而影響到通勤的狀況 那考量到孩童還有家長接送上下學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跟可能遭遇到的困難 所以我們會有這樣的一個作業辦法 那我想最重要 我們會做一個整體的評估 由學校來掌握狀況 以及實施的需求 好 蔣王安表示呢 還是希望呢 這個針對低溫價的標準 是將由交由各校自主決定 來向教育局來申請 而他也宣布在下午的時候呢 也會針對低溫來視察街友的狀況 希望能夠將寒流的侵襲的損害 降到最低